上前台腳踏車就聚放在公園旁的空地 仔細看有的把手齒輪全都已經生鏽 甚至車欄長滿雜草蔓延 還瘋狂吹加速腳踏車被封時 這些都是iBike 1.0退場後 集中聚放一批未在無期消防隊 另一批則在單車公司倉庫 但至今未公告如何處理 每天經過的民眾也直呼好浪費 台中iBike 1.0去年6月28號全面停止服務 交通局目前已經拆除七成 1.0站點的車住並報廢處理 但這6115輛iBike 1.0腳踏車 置放一年多了該如何處理 並已邀請相關單位延商公共自行車 租認證電源活化之可信性 1.0車住則依相關程序辦理報廢作業 台北市iBike 1.0退場後 會送給原箱或提供給機關 作為邻里尋守使用 但台中市的iBike 1.0下落 河去河從至今還沒有定案 時間越久腳踏車耗損就越嚴重 三雄江俊男謝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 除為倫散 雙江俊男 複雅 倫 氏